今天新聞 我是張寧 先開始要帶您關心到的是衝突的場面 台北市一名男子到西門商村的百貨裡頭買東西 但是口罩沒有戴好 店員看到之後提醒他說請把口罩戴好 男子的情緒當場失控 不但在櫃台前是拍桌怒罵 還用力的丟商品 甚至恐嚇女店員 警方趕到現場將這名男子依法送辦 拍桌嗆聲憤怒到極點 收指著女店員要她報上姓名 嚇得對方趕緊躲到收銀台後面 暴怒男不滿自己被女店員看成行走的病毒 下一秒情緒更失控 叫我再進 叫我叫啊 叫啊 政府 指政府 叫做現場 拿來看 秀出手機數位小黃卡 證明自己打過疫苗很健康 沒確診 因為戴口罩 眼鏡會起霧又很悶 才露出口鼻 指揮店員根本不了解他的狀況 男子態度相當惡劣 又繼續找麻煩 不要給大雨 我家那麼穿 太穿了 我家那麼穿 那麼想人要想的 你小的也沒有 爛碰 爛碰 暴怒表媽店員就發生在 台北市西門町的知名日系百貨 男子十九號凌晨來買東西 因為不滿被店員提醒口罩要戴好 不斷狂碼 警方到場處理 他似乎還不罷休 你不要看說我等一下就死定了 你不要靠近了 你不要碰他 請你把口罩戴好了嗎 現在我戴眼鏡很熱好不好 疫情期間人人自圍 為了口罩有沒有戴好 就出言恐嚇店員 被警方依法送辦 實在得不償失 九里閃身周東靈台北報導 也會失控堂了 你不要搞錯了 我沒騙你